歡迎您收看突發奇想 我是尚祺 先來看這算是好消息了 這是指揮中心證實在月底之前 將會有一批高達 將近200萬劑的BNT疫苗 直送台灣 而且在此同時 指揮中心也證實 這個包裝上面 確實是有復必泰的品名 而且平身上也確實是有 復興醫藥的中文名稱 甚至外傳說評身上還有簡體字 指揮中心也表示 我們在乎的是內容 在乎的是疫苗安全無餘 所以在這個標籤上面 我方是有彈性的 因為我方意思強調的 就是我們在乎的是 它是從德國原廠直送到台灣來 而且這個是有效又安全的 可是我們來看 藍白照樣抓狂 像柯文哲就表示 你今天要給他過 早是如此何必當初呢 意思就是說你何必當初去擋呢 然後張浩康則是說 這沒有什麼啊 這不過是為了挽救 蔡總統雪崩式的民調而已 另外則是民眾黨的立委 蔡碧如則是質疑 會不會到時候又被打成紅色疫苗 所以現在指揮中心要不要給他過 這些看起來都有話說 那到底要指揮中心怎麼做呢 另外就是高端疫苗在開打過後 確實有一些特殊狀況 包括死亡案例的發生 而這在國內呢 似乎也真的造成了一波退打潮 這讓台大幾位民醫非常的憂心 包括了李炳醫師 還有黃立民醫師呢 都呼籲指揮中心要盡速調查 趕快公布結果 好讓民眾來安心 不然的話呢 國民黨呢又要這個見縫插針 持續的抹黑造謠嗎 好甚至呢 這個國民黨立委沸紅他還說 鬼怨還沒過 很多冤魂都會來找陳時中部長喔 不過這番話說出來之後呢 也讓網友大酸 這個是繼國民黨青年軍喝浮水之後 又一例做嗎 問政一定要這樣一直秀下線嗎 好先為您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資深媒田丁學偉 各位大家好 資深媒田記者尚一夫 大家好 資深媒田記者中天皇 又齊好大家好 財經專家邱敏歡 大家好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 又齊大家好 好當然我們還是先來這個關心 高端開打之後的這個後續 是不是真的這個出現了退打潮 我們看到呢 高端開打三天的傳出這個開打之後呢 有四個人促世 到底是不是跟疫苗有關 目前呢 這個四起這個死亡的這個案例呢 死因呢 包括了主動脈玻璃兩起 另外是吸毒跟慢性病史等等 但是是不是跟疫苗有關連 當然要進行進一步的這個調查 不過呢 指揮中心說真的有受到這些事件的影響 所以接種了報道率 第一天還有高達92.8% 可是到了第二天呢 就降到了88.4% 那中間這一差就差了6.7萬人 所以這個現象呢 也讓幾位台大名醫呢 非常的這個擔心 像這個指揮中心專家小組 諮詢委員李秉穎醫師就說呢 如果發病過程沒有過敏性休克 而且這個李秉穎醫師說 國際上的這個實證呢 是在30分鐘之內 如果過敏性休克 就證明跟疫苗有關 那麼如果沒有的話呢 以這個國際認證來講 是可以排除死亡跟疫苗有關的 那台大兒童醫院的院長 黃立民則說呢 私立的個案樣子 其實都不太一樣 真的比較不像是疫苗引起的 所以建議呢 應該成立專家小組 趕快調查清楚 然後公佈分析的結果 才能夠安定民心啊 但是呢我們來看哦 退打潮出現之後呢 果然呢就有人唯恐天下不亂了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有俗會說 說這個高端徵求受試者的時候呢 竟然排除了五類人 哪五類人呢 他說包括了病情不穩的慢性病患 有免疫疾病的患者 還有剛做完手術的 還有癌症治療中的 以及懷孕跟胃母乳的 他說呢可是在施打指引裡面 並沒有排除這些人啊 他說呢因為排除這五類人 他的意思就說 難怪後面呢都說 做完實驗之後呢 沒有什麼副作用哦 好但這個指控是真的嗎 另外柯文哲則說呢 我們就是在幫高端做大規模的 第三期試驗啊 那國民黨文庄會副主委 黃死哲則說 高端死亡案例通報的時間 竟然比AZ跟莫德納還快 這個真的是超音感美啊 他就在酸了 他說啊人民被當百老鼠 付出的代價真的太高了 可是呢打不打高端呢 早就變成政治問題了嗎 看看這些人說的話 國民黨立委賴士堡說 高端疫苗是全世界最政治的疫苗 說完全被政治包裝保護 他說啊難道台灣人的命不值錢嗎 這就是道地的草菅人命啊 然後呢這個中國總統長 趙少康則說 死因還沒有釐清 高端沒有完整試驗之前 立即停打 朱立倫更說 嘿不但要停打 國民黨還會幫助受害者 我們去集體訴訟我們去對陳時中提起集體訴訟 另外更扯的是 國民黨立人黨團總長費洪泰怎麼說 他說指揮中心竟然用高血壓 糖尿病吸毒的理由輕鬆就把這些死因帶過了 他說陳時中部長啊 現在還在七月中啊 現在還是鬼月啊 很多冤魂小心會去找你的啦 好我也請教他這個學委啦 你怎麼看這些人的這個說法啦 連那個冤魂會去找陳時中這種話都講出來 我差點講鬼話 鬼月嘛 好這種話都說出來了 然後另外呢 當然像這個游淑慧就說 高端追求受試者的時候排除了無類人 難怪這個後面 你們出來的實驗報告說沒有什麼副作用 這樣講公平嗎 真的嗎還是在造謠啊 我是覺得國民黨這一陣子的一些說法 就是因為他們黨主席的選舉快到了 所以他借的這個是打折水棍上 一股作氣把所有的議題全部丟出來 可是你會發現說丟出來的很多議題 你就會發現說 真的是荒腔走板的 不知道在說什麼話 看都沒有 而且我覺得說他今天也不管你恥笑他或怎麼樣 反正今天就是在搶聲量就對了 真的是荒腔走板的 不知道在說什麼話 看都沒有 而且我覺得說他今天也不管你恥笑他或怎麼樣 反正今天就是在搶聲量就對了 這就符合 趙少公當初講的 戰鬥欄我就是要戰鬥 我其實用抹黑戰術 污賊戰術我也就是要戰鬥 對不對 那這是他們現在掌握的一個選舉的脈絡 一個戰略對不對 你會發現說每次到了選舉之後 之前 到了每次要選舉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很多的議題你明明很清楚對不對 這個根本是非在哪裡都有一個曲折在裡面 可是我就跟你講說他不管你是非 這個時候只要是能夠趁聲量就可以了 那我是覺得說 像我們我們一直在講說這個高端疫苗 這幾天說真的 我們因為就是因為第六輪這一次打的時候 就是出現了一個疫苗一個空窗期嘛 這個是不用否認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我們那個時候就開始趁這個機會 可以來打高端疫苗 那有很多人也會晚袖就覺得說 我要把手臂捐給高端疫苗 我寧願去試看看嘛 那可是這個時候很不幸的就是發生有四起 死亡的事件啊 那當然國民黨這邊抓到這個議題 當然要猛打對不對 他也不管你說這四個人死的 跟高端有沒有關係嘛 那現在幾乎可以確定的一點就是說 這四個人裡面 就我來看的話只有兩個主動脈玻璃的 這個是不是跟疫苗有間接相關啊 那其他我說實在話 幾乎是可以排除掉了 那當然你為了要度這些悠悠之口的話 你當然要趕快組成一個專案小組 甚至說對這四個人要進行一些測試嘛 對不對 你要趕快讓人家看清楚說 是與非 你都要看這個時候趕快把它揭曉 把它說清楚講明白啊 畢竟高端說真的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他也是EUA 他是沒有大規模的人體試驗 所以人家就會在這個時候 見縫插針啊 不過我再講一句實在話啦 這個裡面的話 包括那個阿管 那個陳志翰 他在講說 這個我覺得說有些你掌握了網路的一些聲量的上面 你是一個意見領袖對不對 你在表達很多事情的時候 你應該要傳達一些正確的訊息 而不是一些誤導群眾的一些觀念嘛 對 像阿管講說他疫苗打完第一天的時候 他有心跳加速他去做重訊 他說心跳加速心計喘不過氣啦 那我就跟你講說你打疫苗明明就是打下去 打那個疫苗的用途在哪裡 就是要活化你的系統裡面產生一些抗體嘛 所以這個時候在產生抗體的過程之中 你高強度的運動會增加你的不適感耶 對不對 你煮完疫苗你也夾電用 夾電用 跑去做重訊 所以就跟你講說這個是錯誤的觀念 錯誤的 你打完疫苗 你之前要生活規律讓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況 恢復一個正常嘛對不對 高大陳醫師說一個禮拜前 你真的生活要恢復正常的 對嘛你要去調適嘛對不對 那你打完疫苗之後 你最好是休息個兩三天啊對不對 做一些和緩的運動 不要去做那個高強度的運動 你去做重訊 當然你不爽不舒服的話 那你的事情對不對 你自己製造的 那我就講說像包括說 游儲惠講了一個 他講這個真的是最沒有 我實在是很難用這個字講 真的是最沒有水準的啦 你說他高端受試者的話 他排除五類人 病情控制不穩的慢性患者 還有一個就是免疫功能低下 或者免疫系統疾病的人 還有另外一個 就一個月曾接受重大手術的對不對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癌症治療中 另外一個就嘗試受孕 懷孕跟胃母乳這些人 這些人很清楚 你今天我要做一個疫苗測試的話 我今天是要看你疫苗打下去之後 他的疫苗抗體生成的數據嘛對不對 你如果有其他疾病或者不健康的人 打下去之後 這些數字就不完整啊 我就沒有辦法很清楚的得到說 這個疫苗到底產生的抗體的數據有多少啊 所以當然要排除這些人吧對不對 那除了排除這些人之外 我就跟你講說其實在接種疫苗的話 以上他講的這五種人對不對 都要謹慎施打 我前一陣子在臉書上就已經寫過了 因為我本身就是慢性病 而且我這兩年也接觸過一些重大手術啊 所以就跟你講說我對打疫苗這件事情 非常非常謹慎 在我身體狀況還沒有恢復到 完全正常之前的 我當然不敢去打一些疫苗嘛 所以這個你看 所以之前打疫苗的人 以上五類人 醫生都會勸告你說 你要先去跟你的醫生 諮詢 對又看看說 你到底適不適合在現階段接種 所以你把這個東西 排除五類人的這個事情 拿出來說嘴的話 那是小孩看小孩 今天就笑死人笑沒人的嘴嘛對不對 國民黨現在很清楚 他們把這個打高端啊 把這些疫苗問題 已經變成政治問題了 他現在用藍綠一個對抗的情況來打 我就跟你講這個高端 不絕對不能成功了 如果正在國民黨的角度來看 他如果高端疫苗成功之後 我就覺得你國民黨 我看大概這輩子 我們眼睛看得到的 國民黨都免執政啊 可是我覺得說 你應該尋求一個正常管道 來監督國產疫苗 來監督整個疫苗政策嘛 可是你會發現 如果要喝花水 現在又說什麼 英文會去找你 我說一句話 真的要找英文要找陳時中對不對 那習近平早就要抓走了 對不對 對不對 還等到今天 真的 所以你講的 對你如果講的這麼有道理的話 說清楚 中國大陸死多少人 而且他們現在還要求你老百姓 什麼一定要打呢 他不是來給你選擇呢 對不對 還有錢舉獎金 我們等一下再來談 所以跟你講說你問政 可不可以用一些比較客觀觀點 比較讓老百姓能夠接受的一些角度 或者方法來問政 不需要用這些奇奇怪怪的角度來看 如果暈魂在七月的話 我說真的今年七月暈魂也比較少了 也不大敢上來 因為很多都是用燒的 燒的病毒就沒了 對不對 而且很多人上來之後還要隔離 他乾脆不上來 所以不用講那麼多 這個我們如果要歪樓的話 我比你更歪 對不對 所以希望說國民黨 你這個選舉 這些議題這些說法 說實在外國民黨黨主席選完之後 大概就贏交贏散 不過問一下這個義夫 因為像這個國民黨最近的 這個緊抓著高端的事情在打 尤其是出現死亡案例之後 甚至連往生者都算 真的非常的離博 但是這個資深媒體的黃川下就說 趙薩康喊戰鬥瀾 就帶著國民黨一群人 無限上綱撕裂對抗 可是高端的戰場 他認為早就結束了 他說趙薩康們 卻還在流連忘返這個廢墟戰場 那高端這個戰場 你怎麼認為 他現在真的已經結束了嗎 那趙薩康們 為什麼這麼的這個執著 而且賴斯堡也講 高端疫苗現在已經變成 全世界最政治的疫苗 是誰讓它變成全世界 最政治的疫苗 而且它真的是全世界 最政治的疫苗嗎 那另外當然了 國民黨也喊出說 現在已經出人命了 你們要停打呀 雖然都還沒有釐清 到底原因 真正原因是有沒有關聯 那你的看法呢 這個全面停打到底適不適合 我覺得一件事 我所知道 我所知道 就是政府他現在對高端所看的 當然現在已經打完以後 有四個死亡案例 到底什麼原因 目前為止 你不能很肯定的說 但是他現在要看的是 未來在施打以後的數據 可能判斷如果跟疫苗 會產生關係的話 有可能會做停打 所以現階段的數據 他們看來還不至於要停打 我覺得我不太去理會 國民黨說的話 我覺得聽了也沒什麼太大意義 因為長期以來他們就這樣 你有沒有辦法去講出一個 可能跟高端有關的一個真正的 科學的原因出來 如果不去科學的原因 適用政治原語造成人民的恐懼 那有多少人民會被國民黨嚇到 我覺得不會太多吧 因為從不打AZ開始到高端開始 其實他們裡面呼籲說不要打什麼樣 不就是一直在重複循環嗎 當然AZ的狀況不一樣 因為AZ全世界都在打 所以他的一些疫苗上面的爭議的釐清 會速度會比較快啊 他們一直在做試驗嘛 那至於說你高端是不是現在是 三期人體試驗 我覺得也不像欸 因為台灣沒有疫情也做不出 三體的具體保護力嘛 好對不對 所以也不是 也不是那麼那麼說 三幾億 那你現在就算AZ什麼 我們常說他們現在開始在做類似期 因為廣泛施打在做類似期 但是他那個類似期面對Delta的 各地面對Delta 他的保護力的修正等等的問題 他都做得出來嘛 那台灣目前是做不出來的 因為這也不知道說 對高端疫苗來說 或是對國人來說 是個幸運還是不幸運 因為說幸運的話是因為 我們的疫情雖然爆發過一段時間 但我們很快又控制下來 讓我們的疫情的環境 讓人民相對有安全感 但是你相對有安全感 你對高端的試驗的具體的數據 你就不會有 是一個很矛盾你到底要選擇安全感 因為你是我覺得是你 你指揮中心你要到達什麼數據 什麼判斷開始停打 儘速告訴人民 然後這四個例子儘速去釐清 那至於說嬌生停打那是同時六個 是同樣的因素血栓 它是同樣的因素 那我們現在的這勢力死因 可能各有不同因素 不是同樣的一個因素 那是不是造成一個指揮中心 所認定的數據而考慮停打 但是我覺得一件事儘快離京 這個人民的信心比較重要 但是問一下這個年晃 你怎麼看這個賴事寶說 現在高端疫苗是全世界最政治的疫苗 然後國民黨台詞議員 郵輸惠是說高端徵求受試者的時候 就排除了五類人 包括大家都認為說 比較高危險型的這個 比方說慢性病患 或者是有免疫疾病的等等這些 他說就是因為沒有排除這些人 難怪高端最後做出來試驗 結果沒有什麼副作用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說法之外 沸紅泰又一例做 你竟然用高血壓 糖尿病吸毒的理由 輕鬆帶過死因 誰有輕鬆帶過死因啊 大家都覺得很遺憾 然後他講說 陳時中告訴你 現在還是鬼月 很多冤魂會去找你 而且他把那個A字爺講 他說A字爺死了四五百人 現在高端又這樣子 你當心 所以你意思說你會有報應 你怎麼看這些說法 有一句俗話叫做 沒有嘗試也要有常看電視 常看電視記得看突發奇想 有俗會我現在就講給你聽 你講這個就是根本完全沒有嘗試的話 全世界所有的疫苗 除非他這個藥品 我講全世界所有的藥品 在做臨床實驗的時候 除非說這個藥品是針對要治療特定疾病的 所有的藥品在做臨床實驗的時候 除非說這個藥品是針對要治療特定疾病的 所有的藥品在做臨床實驗的時候 都會排除這五類 所有的藥品在做臨床實驗的時候 為什麼 甚至還有他可能少了一類 65歲以上的長者通常也會被排除掉 為什麼呢 因為根據這個醫學的倫理 在做藥品臨床實驗的時候 以高端治療做了4000個人對不對 不是有一個有顏面神經麻痹嗎 對 他其實只有一例 就是說你在做臨床實驗的時候 就算只有一個人 你都要寫在你的訪單上 這是醫學倫理 所以他為什麼不找65歲以上 為什麼不找這個五大類 是因為這五大類的身體的狀況 本來就跟一般人來講 比較起來相對比較不穩定 他有時候疫苗打進去之後 不一定是疫苗造成的 但是可能他身體正好那個時候出狀況 但是因為他剛接種完疫苗 剛接受完實驗 所以他訪單上就必須寫 請問有哪一家藥品公司藥廠 會給自己找麻煩 而且平常心想一般 這種不太會找極端值 因為我們都要找一個中間平均值 對 所以這個其實是藥品臨床實驗的常識 所以游淑會議員 記得看突發奇想 以後你就增加你一點常識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要講清楚 很多人會覺得說 難怪你看這些慢性病 什麼鼠動脈玻璃 都是因為當初沒有作稅 誰知道 這個會有效果的 就是有些在媒體有聲量的人 去講一些沒有常識的話 就會造成影響 對 那你說會不會造成 接種疫苗的影響 我覺得多多少少都會 一定多 因為人的心理就這樣 可是我提醒大家一件事 就是說台灣接種疫苗是自願 沒有強迫 對 今天你如果對高端有疑慮 你可以暫時不要去接種 可是你如果 貿然宣布停止接種 會造成一個什麼樣情況 就是沒有疑慮的人他很想打 他沒得打 因為你停了 你反而侵害到他的權利 就自己可以去評估說 我要不要去接種這個疫苗 雖然沒有錯 高端到昨天下午 統計到昨天下午4點為止 他大概打了35萬劑 跟AZ還有莫德納比起來 那個統計上差太多了 數據差太多 大概也只有莫德納十分之一而已 所以現在去講那個統計數據 就僅供參考了 因為要至少我覺得等到高端 大概打到差不多200萬劑以上 我們再來看說發生 嚴重過敏或嚴重不良反應的比例 有多少 來做個比較會比較客觀 但即使到現在35萬劑的情況看起來 他的各種包含嚴重過敏或不良反應 甚至說接種後死亡 我講是接種後死亡 不是說致死 比例都比莫德納跟AZ低 台灣因為還沒有打BNT 你如果去看韓國跟日本的經驗 接種BNT之後致死的病例 其實是所有疫苗裡面最多的 所以為什麼我要講 接下來我們可能會有 將近200萬劑BNT來 也會放到公費疫苗 也會大量接種 我跟你講 大量接種完之後 一定會有一些不良反應的通報 甚至有可能會有接種後死亡的通報 我們是不希望看到 可是萬一發生類似情況 到時候他們要講什麼 我請問你 到時候趙少康 賴士堡 費鴻泰 他們要講什麼 我可以跟你預言 我跟你對讀 他們什麼都不會講 因為這是親愛的郭董買來的 這個疫苗一定是完美無缺的 所以我說誰把疫苗政治化 就是這些人嘛 就是你CG上面這些人把疫苗給政治化了 疫苗是一個很專業的東西 今天我們大家可以就科學論科學 桃園這位陸信的網路作家 今天下午已經完成解剖 就是主動賣剝離 那我現在我也不敢講 因為這不是我的專業 我也不敢講說跟接種疫苗 一定有關係或一定沒有關係 但是只要家屬提出 我們的政府裡面會有一個 疫苗接種的委員會 他們會去判斷 他們現在也還沒有做出答案 現在只是說 法醫解剖相驗的過程裡面判斷死因是這個 但是什麼原因造成這個死因 要做進一步的判斷 所以他並不是說已經下結論了 他現在告訴你的是死因是這個 但是什麼原因造成他還沒有告訴你嘛 對不對 大概唯一一個我確定可以排除 待會就是吸毒那一個 因為那個混打不要隨便自己隨便混打 就是高端不能混海洛茵啦 這是這是常識啦 千萬不要吸毒 對 所以大概那個是可以排除掉 其他三個我都只比較保留 就是尊重專業嘛 就家屬如果提到那個委員會 那個委員會最後會做成結果 但是我已經可以告訴你說 台灣接種疫苗到現在有提到這個委員會的 沒有判定一例是因為接種疫苗導住死亡的 這是我可以告訴你的結果 那這個叫做科學 我也不覺得這個委員會都民進黨的啦 那不可能的事情啦 一個專家可能會犯錯 但是十個專家同時犯錯 那個機率可能比彗星撞地球還要低吧 當然在中國我就不敢講了 因為中國只有一個專家叫習近平 所以我覺得拜託這些人 尤其費洪泰 你不要再講那種仇恨式的語言 那個對台灣的防疫真的一點幫助都沒有 今天高端的疫苗 你知道我今天還碰到一個這個電視台的保全 我要進去的他很小聲控 我講欸我跟你講我前天去打了高端疫苗 我說啊你昨天有沒有上班 他說很正常啊 我就打真的地方一點點痛痛的而已啊 就這幾天我問過周邊所有打過高端疫苗的人 大概基本上第二天都可以正常工作 然後呢也沒什麼副作用 唯一啦有一位女性的同意要抱怨 副作用是她肚子很餓 害她胖了一公斤 其他大概很多人肚子都很餓 因為說肚子真的很餓 對就是吃完就餓 還有胖到三公斤的人一人啊 那是心情放鬆下來 真的有可能啦 這筆鬥開嘛 所以是有可能 所以就目前為止看起來 就是說你去排除掉那些極端子 其實高端普遍的 副作用 他其實是比AZ跟莫德納來的低喔 這個其實符合他的二期實驗解盲的結果 這個部分是相符合的喔 所以我覺得高端疫苗好不好 有沒有效 的確因為沒有辦法做那個三期大規模的臨床實驗 其實義父剛剛講對在臺灣也做不出來 因為我們臺灣環境是很乾淨的 可是至少有一個案例啊 部桃有位護理師因為打了兩劑高端疫苗 同桌五個人確診連零紅的丟 結果他沒事 對結果他沒事 而且他跟他先生每天生活在一起 結果他沒事 他當時也是以為只是自己運氣好 防疫做的好 結果後來檢盲之後才知道原來他打的 真的就是兩劑高端的疫苗 結果至少證明 就這個案例證明 高端可以擋住英國的阿法病毒 因為那時候流血是英國的阿法病毒 至少可以擋住阿法病毒 所以你說他有沒有效 至少就不逃這位護理師來證明 他是有效的 當然我們要看更多的數據 才有辦法證明說 他的實際的保護力大概到底到多少 這個高端也自己必須要去解決 要去處理這樣的問題 可是當 這個時候當大多數人現在登記 因為其實登記非常踴躍 高端這次提供87萬劑 全部被登記完了沒有勝 這代表什麼 大多數的年輕人 因為這次登記的大部分都年輕人比較多 大多數年輕人其實對高端是有信心的 那國民黨你們要去想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們這些人講的話 年輕人都不想聽 很簡單的道理嘛 而且你們喊停打是不是真的停打之後 你看年輕人會恨你們 我沒想打得要死你給我停打 沒錯啊 而且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高端的EUA的會議紀錄 他的二期的解盲的報告 還有他在一期之後在好幾個學術期刊的公佈的報告 上網都查得到 這一代年輕人其實他們搜尋閱讀資訊能力是很強的 他們想知道高端 可不可以打 因為最後都自己決定 沒有人會逼你去打 他們想最後想決定我要不要去打高端 他們都是用自己所收集到資料去做一個理性的判斷 那我覺得這樣做理性判斷很好啊 沒有人會逼你打 但是也沒有人逼誰不可以打任何一支疫苗 所以我真的請國民黨這些人 你再繼續圍繞在高端這個戰場裡面 這個戰場能讓你們再打多久嗎 不過還是問一下這個定語委員 你怎麼看這個藍營他們的這個說法 那柯文哲說呢 我們就是在做大規模的三期試驗嘛 然後呢這個費鴻泰甚至講說 現在這個鬼月告訴你 你們用這些理由輕鬆把死因帶過 冤魂會去找你的 當然國民黨現在也在講說 指揮中心你要趕快告訴大家 哪些人能打哪些人不能打 國際疫苗有這樣子哪些人能打哪些人不能打嗎 你怎麼看啊 我一直覺得我每天去應付一些 坦白講胡說八道的話 浪費我們人生好多時間 我先講正面的消息 我們的疫苗大概 從明天以後開始 會有多批次的在8月底之前 AZ跟莫德納到貨加總起來 應該是接近150萬劑 那除了這個部分 這都我們自己買的 OK 那莫德納是7月底要給我們 可是7月27號有沒有 那時候莫德納的實驗室出問題 全國境外停止供應 這補上一次的 那另外AZ也是7月份 泰國因為疫情嚴重停止供貨 所以這一次8月底之前 是我們自己購買的 那全球貨這麼吃緊的狀態下 補上來將近150萬劑 那我聽說還有一個好消息 但等到了再來確認 就是在8月底之前 好像有一個國家 會送我們一批莫德納 一批 聽說我本來以為很少 但是等到了再說 那9月初的這一個BNT的貨呢 應該是190萬劑出頭 能夠到台灣 那我想AZ跟莫德納 對於我們長輩第一劑打完 現在等第二劑的 就可以開始接上來了 那莫德納對有一些醫護人員 打了第一劑莫德納 現在打第二劑莫德納的 也可以跟上來了 那輝瑞BNT的部分 因為它適合12歲以上的孩子來打 事實上現在實驗過關的 包含莫德納 12歲以上的孩子也可以打 所以我們開學這段時間 我們的小朋友可以來接種疫苗 讓他在學校 因為小朋友你要限縮在一個空間 有時候比較難 那到學校他在互動當中 他不會像我們乖乖的 又其叫我們不能超過這隔板 我都不能跟敏寬抱在一起 那所以就是在學校小朋友 比較不受控 用疫苗來保護他 這都屬於正面的消息 那現在我們好好解釋一下一些 我坦白講去製造這些紛亂 對國家一點好處都沒有 我真的要跟國民黨的這些朋友講 你們這些說法對民進黨 其實傷害不大 甚至於在政黨競爭上 我們應該樂見國民黨變白連教 變義和團 可是他們傷害的是國家整體的防疫 剛才又其講一句話 好 你現在拼命的傷害 讓大家不敢打疫苗 丟他進來了之後 損失的人命該怎麼辦 有所謂這次講 他上一次不是講說 中央地方的官員打掉了32萬劑 他們打了六成搶了年輕人的疫苗有沒有 陳時中就打書籍要看啊 中央才不過第二類是1712人 你是算到難道你們地方政府 多數國民黨執政報了一堆人嗎 到現在我還沒聽到他道歉啊 那講完那個現在又在講這個 喔 有排除了哪幾大類 我覺得當民意代表 或者學公衛的好像是郝龍斌嘛 郝龍斌這例愛這樣 重新教育一下好不好 食品衛生 食品衛生也可以啊 食品衛生也可以啊 你這方面算專家 教一下好不好 去問一下 在疫苗的實驗 有沒有排除項目 而這排除項目 是不是就是導致的原因 去問專家 因為我講的你可能不信 國民黨應該也有公衛專家嘛 那再來費鴻泰 我謝謝費老了 鬼越應景說鬼話嘛 他講說 我覺得搞不懂 他說 喔這個 這個打高端疫苗 用個吸毒就要把人家解釋過去了 人家家屬都沒意見了 你是每天跟他住在一起喔 這一個人 侯友宜執政的新北市都說 他已經吸毒 在浴室昏倒三次來四次了 是啊 然後吸毒過量 死掉之後 他外面還有相關的毒品嘛 而且他手上握著毒針啊 然後人家檢驗完了 家屬說他就這樣啊 家屬無奈也接受了 我相信家屬還是會傷心接受了 接受那 他接受了 理由也很清楚了 你現在所以說 不要這樣子喔 因為我們會來找你算帳喔 上菜刮槍斃誠時鐘有沒有 你不要找一個什麼 吸毒就要解釋過去 不然你要怎麼辦嘛 你告訴我 這個就是事實 那我要怎麼解釋 真的 除非你廢宏泰告訴我說 這個人是你朋友 你喔 跟他在一起比他家人還久 否則我看不出來你是要說明什麼 還是這個冤魂有去找你 這個要你申冤什麼 那你就省烏盆嘛 你弄個烏盆來省給我看啊 演個大戲啊 這樣真的不好嘛 畢竟是國會議員 所以我們回到現在面對的現象就是 打高端 不管出現幾例 有人過世 我都覺得應該難過 因為我自己親眼在處理一件 因為打某個疫苗 那個疫苗是外國的 大家很多人喜歡打的 64歲 我到殯儀館去的時候 他家人他女兒在那邊哭說 他說他真的不能接受啊 我相信沒有人可以接受 我的親人 咱呵呵 現在突然間就離開了 沒有人可以接受 所以我常講 親人無法接受 哪怕你要害審查委員會 認定的理由 他不接受 我都覺得要尊重 可是政治人物媒體跟媒體人 不應該拿這個來操弄 因為你知道怎麼做對國家好 現在這個是人性的問題 現在有關說 這個疫苗要不要停止施打 我倒覺得 如果有注射疫苗 不管什麼品牌死亡 應該要嚴格審查原因 家屬不願意 我還是盡量就現有證據來調查 那嚴格審查完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尊重專家的意見 我的專家不包含我 政治人物 我不是意料專家 還有一些醫生在講政治的話的 也不算 精神科在講防疫的更不算 就是說讓專家去做判定 旁邊的人不要假無論 不要假亂的 我舉幾個例子 如果照國民黨的理論 高端這個 先不要講江啟臣三個暈針 他就要停止施打了 有死亡案例 停 通通給我停止施打 用國民黨現在最信仰 最喜歡的BNT BNT在日本到7月中統計 已經有828注射後死亡 所謂注射後死亡 這個專有名詞是指 時間序列關係 但是要經過專家判定 才有因果關係 那根據國民黨 現在只要有人打死亡 就是所謂的時間序列關係 注射後死亡 通通都要停止施打的話 BNT日本828 那還是上個月的數據 韓國BNT264 也是上個月的數據 你告訴我要不要停止施打 注射後死亡 通通都要停止施打的話 BNT日本828 那還是上個月的數據 韓國BNT264 也是上個月的數據 你告訴我要不要停止施打 那AZ莫德納也都有啊 那照國民黨這種標準 好奇怪喔 那全世界的疫苗 我們都不能打了耶 對啊 那如果你只針對高端 那就很明顯 你根本在政治化處理 幫不知道誰在消滅 台灣的國產疫苗 否則公平的標準 我只能說你外行 可是你只針對高端 那就別有居心 因為很明顯的 注射後死亡很多嘛 因為台灣國內就有啦 AZ莫德納也有注射後 不信往生的嘛 我還怕他不相信國內數據 我還舉日本韓國 他如果不高興的話 那照我們的標準莫德納 AZ現在通通都不要打了 我相信他們會google啦 google查一下都有 所以很明顯 他針對高端停止施打 這是政治動作 那以柯文哲市長 他常講說我是專業的 我有很多醫生朋友跟我講 醫生不見得對疫苗專業 要看科別 甚至於小兒科的 也要看他有沒有專研這個 台灣通常在 疫苗是小兒科跟免疫醫學的 是比較內行的 如果他講出說 高端根本在拿台灣做三期實驗 我都接受你的講法 那你知不知道 全世界的疫苗 BNT美國 中國是去年12月中拿到緊急授權 那個時候最多只做到 第三期的期中報告 你那時候為什麼不講BNT 在拿做第三期人體實驗 AZ也是啊 莫德納也是啊 更扯的是國民黨跟柯文哲 之前不是講說 人家中國的疫苗 科興跟國藥 如果國際驗證沒有問題的話 就應該要接受要去買 我從來沒有聽到他們去質疑 這兩個疫苗 注射之後死多少人 他們也不講 然後注射的副作用呢 也不明不白也不講 那這中國的疫苗呢 根本那個EUA有沒有問題 他也從來不講說 拿別國做第三期人體試驗 那怎麼只對高端這樣講 而且中國疫苗自己承認的 就是七七 至少七八十種副作用 你知道他們打了一億人之後 我看了他們衛健委的報告 施打一億劑 沒有任何副作用 沒有人死亡 好強的疫苗啊 中國好棒棒 我給他掌聲鼓勵 我連質疑都不敢 因為他像漫畫 你沒辦法質疑 就是說 你看到臺灣這些債野黨 不是不能接觸 我一直提醒他 我希望債野黨想清楚 這樣子沒有票了 真的不好 不過我們現在這個疫情 這個穩定下來 大家都很關心說 那我們接下來 這個經濟的部分 可以繼續往上衝嗎 可是上個禮拜 這股市的狀況不太好 可是昨天我們的股市 重新站回了一萬七千點 今天繼續往上衝 也問一下這個敏寬 更何況今天央行年會登場嗎 那狀況如何會有影響嗎 很多人都很關心說 未來這個我們的台股 到底是一片光明 還是暗潮汹湧啊 你怎麼解析啊 當然對於所有電視機前面的觀眾 你們都希望台股能夠一片大好 最好能夠直接衝上35萬點 那大家都最開心了 每個人都當千萬富翁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先來說幾件事情 這一波的架構 有史以來最長的一個經濟擴張 走走走走到這個地方 很多的貨現在卡在中間商 很多的貨現在卡在終端商 但是這一波的擴張來到這裡 成熟產品已經到了一定段落了 所以再來會是什麼產品往前走呢 再說一次 因為很多台我都說過很多次了 但是很多的觀眾永遠都搞不清楚 未來什麼產業會一片光明呢 伺服器業會一片光明 電動車業會一片光明 然後高速傳輸會一片光明 但是很多的產品會暗潮洶湧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你都已經有了 你又不需要買新的 那旺季還會旺嗎 各位他完全就不會旺 同樣的道理 這個也出現在各個國家當中 我們要談一些所謂的科學問題 什麼叫科學問題呢 我們今天在討論到說 今天這個人打完了疫苗 回到家之後他睡一睡 突然間他就回天家去 他可能是心臟病發 他可能是所謂的一個所謂的動脈剝落等等的 但我們要再說一次 很多的跡象發生的時候 趕快看醫生 為什麼呢 陸性作家 其實我那時候聽到很多人的說法是 他說他背痛 他說他胃痛 他說他休息一下應該就會好 各位這是不對的 如果你有背痛又同時胃痛 那是心臟病的前兆 那是心臟病的前兆 同樣的道理 那個是動脈剝落的一個前兆 同樣的道理 我們今天台灣 台灣全台灣一天會有44個人 會死在心臟病相關的 所以一年會有16000個人 所以呢 很多時候會說為什麼要保險 因為你沒有保險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保護你的家人 但你什麼時候會心臟病發呢 沒有人知道 這沒有人知道 那我們現在回到經濟這個議題 經濟這個議題的話 今天全球央行年會要在美國 懷二民州捷克生棟開始開 但今年我跟各位說 這個議會會無聊到爆 為什麼 過去這個議會 現場的 全世界所有的央行官員 大家一起到 大家一起開會 後面還有吃飯 懷二民州 美國 租名非常漂亮的地方 大家還會丟斧頭 大家還會一起唱歌跳舞的 今年新冠肺炎 根本沒有辦法 所以坐線上 那坐線上最重要的是誰呢 最重要的就是鮑爾的說話嘛 那鮑爾說不出什麼東西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先說現在的總統拜登是民主黨 但鮑爾是共和黨的 但現在拜登一來很忙 二來鮑爾真的做得不錯 為什麼呢 各位還記得嗎 去年 2019年年底突然間 中國爆發了一個疫情之後 快速的三到六個月之後 全美國全歐洲燒得亂七八糟的 那個時候大家都要救對不對 那個時候鮑爾 他在整個力網狂難當中 他做得很好啊 所以即使拜登他是民主黨 鮑爾是共和黨 可能會連任 目前他連任的機會是九成 可是來到這個時間點 這麼重要的會議 你猜他敢說什麼嗎 他不會說什麼 他寧願一動不如一靜 再說一次 他寧願一動不如一靜 所以目前他的連任 如果他要連任 不會有任何的亮點 但請各位注意哦 人家美國是一個完整的政治文化 他今天不會因為你不同黨派 你敢不敢動的 我就因為你的觀點不同 立場不同 我就要把你打死 各位他們沒有這種事 他們叫什麼呢 你是專業的 我們就來給佩服專業的 所以呢 我認為這一次的央行聯會 談不出什麼架構 但目前再說一次 美元過去在低檔區 這次沿路走走到高檔區 所以呢這個地方 我認為美元變動不會太大了 因為現在美元已經很貴了 美元已經很貴了 各位有沒有發現 台幣這地方大概就走區間了 但重點啊 重點是 我們要找未來什麼會變光明嗎 成熟產品是暗潮洶湧啊 什麼是成熟產品 我問各位 你們家每個人都有電視了 你會再買電視嗎 不會啊 不會啊 但是你們家未來會缺什麼 電動車有可能會缺嗎 那為什麼 燃油車沒得買了嗎 那所以我們回到台積電這塊 台積電為什麼要開槍 其實我等台積電開槍等好久了 最近發生了一件事情 有點類似像倒吊 什麼叫倒吊呢 聯電現在28奈米產品的價格 報價比台積電還高 對 那為什麼報價比台積電還高呢 因為台積電不敢漲價 那聯電呢 聯電說我都很簡單啊 客人都在等我對不對 拿錢來排拿錢來排 所以當台積電開槍完之後呢 這些二三線廠一個一個輪著開槍 所以現在呢各位 通膨越來越誇張嘛 過去是塑膠 因為原油上漲在通膨嘛 鋼鐵因為所謂的一個節能減碳 在通膨嘛 現在連晶片都要漲 那為什麼呢 晶片一漲萬物漲 你家的冰箱有晶片 你家的手機有晶片 任何東西都需要晶片 當它價格往上漲 通膨就會更嚴重 所以很多人都在說啊 不是全世界都疫情嗎 怎麼房子都沒跌呢 因為房子叫保值產品 這是實質購買能力 但重點台積電開槍之後 它這一波成熟產品漲20% 先進產品漲10% 預期明年毛利會多1% 營收會多5% 所以最近台積電的股價會往上走 但是以它600多塊的價格 配那個席 目前很多人還會觀望 為什麼呢 因為大成長年不是在現在 但現在呢 有一件事情失控了 什麼事情失控了 你知道最近買不到摩托車 你知道嗎 買不到摩托車 真的買不到摩托車 因為現在8位元的 Micro Control Unit 這叫MCU 完全失控了 那為什麼失控呢 很簡單 萬物都在漲 我說我的東西 現在都要放晶片進去 可是現在晶片排不到 那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台灣所有的車廠呢 他們就要做一件事情 過去你買車 包山包海 貴的 趴的 你可以買十幾萬的 居家的代步的 你可以買四五萬的 但現在呢 急劇往內縮 那為什麼要往內縮呢 沒有那麼多晶片 過去台灣一年能夠做 110萬台到120萬台的晶片 台灣是機車大國 但現在呢 所有的大廠 他們都把產品線往下壓 那為什麼呢 控制成本 為什麼要控制成本呢 因為晶片不夠 所以呢 今年的車 預計是在85萬輛左右 這是台灣 那還有一個狀況 現在買車呢 如果你能忍 稍微忍一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現在的汽車 又漲價又減配備 又漲價又減配備 等於另類漲價了 這不是叫另類漲價 因為做不出來 有訂單 但做不出來 什麼叫做減配備呢 現在很多高級車 開始跟你做這種小手腳 各位都知道高級車 很多都會有所謂的自動座椅 那自動座椅要馬達要晶片 它下面需要有一個所謂的電子轉盤 電子轉盤現在怎麼樣呢 駕駛座有 副駕駛座就沒有 大家都在這麼做 那為什麼這麼做呢 一樣缺晶片 所以呢 當機車也減產油 當沒有貨的時候 汽車也在減產 當Toyota說出來說 我未來要開始做減產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警訊 為什麼呢 因為連全世界最會備料的 Toyota都減產了 吉他廠 要不要跟著減產呢 他也要 那現在重點就來了 為什麼會沒晶片 因為他需求往上走嘛 可是他需求往上走 現在很多廠 他全部的產能是滿的啊 那很簡單嘛 我要擴廠啊 那你擴廠要不要錢 要錢啊 很多錢 多少錢呢 目前歐洲跟美國 拿上兆的台幣放桌上 台積電這次要擴廠 要花一兆台幣放桌上 等一下我們會說韓國三星 韓國三星手筆之大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但重點是英菲林已經說了 英菲林說 你不能夠什麼都漲 我們沒有漲啊 那事實是什麼呢 塑膠 漲了沒 漲了嗎 鐵礦漲了 而且鐵礦九月會出現大變化 為什麼呢 因為拜登這一筆 美國基建計畫呢 這個投票到底過或不過 因為現在呢 先說一兆美金跟兩兆美金中間差一兆對不對 這台幣一差差二十八兆 嚇死人了 所以鐵礦到底後面會怎麼走 那原油最近有點敦住了 為什麼呢 現在大家希望原油不要漲得太高 可是中東又有點亂了 所以很簡單就是我剛不是說了嗎 如何解決缺貨的問題 擴廠啊 擴廠我要有錢啊 那我要有錢我又不可能說我去跟銀行搬或什麼的 我最簡單的我晶片漲價嘛 最簡單的台積電開槍嘛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叫大未來嘛 所以連殷菲林都說了 如果晶片不漲價 我沒有辦法做擴廠 所以殷菲林他們的汽車晶片呢 也漲兩成到二十五趴 所以你說汽車要不要減產 他現在有錢都買不到料 價格還往上走啦 結果現在呢 最大的一筆出來了 冠軍李在榮先生 李在榮 對李在榮他最近放出來 我就一直在想 這麼重的罪都可以放出來 原因是因為放出來 不是因為他行為良好哦 是說他可以振興韓國經濟 真的振興 真的振興 真假 花多少錢你知道嗎 多少錢 他現在要花240兆韓環 240兆韓環 240兆韓環當中呢 各分一個三分之二一個三分之一哦 目前重點區在哪邊呢 重點區在晶片 他還要做生物哦 他還要做疫苗哦 他還要做藥物哦 然後我們台灣呢 就一直跟你說 你的國產疫苗太爛了 不對包幣等等的 李在榮他最近單單哦 晶片的部分支出 各位你沒看錯 看看這個數字 台幣5兆7400億 然後同時呢 兩地擴廠 美國擴廠 韓國擴廠 然後呢 他講出這句話呢 韓國人本來在想說 哎呀你們這個人哦 又有錢又帥又財大氣粗 所以去官都可以被放出來 可是當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大家對他哎 突然間不生氣了 他說我今天就是要花 5兆7400億 我把我們韓國給建設起來 同時要讓韓國增加 4萬個高階工作機會 哇4萬個高階工作機會 各位你去想哦 他官債牢裡什麼都不能做 他一放出來 所以代表過去不是說 哦汽車業自傳業什麼半導體業 都有會長嗎 這些會長根本沒辦法做決定嘛 還是要他來拍板嘛 還是他要來拍板 好那現在重點就來了 剛很多人都一直在說嘛 台股這波從1萬8 修正1800點來到16000多 這波又反彈700點上來到17000 後面該要怎麼走 哪些行業會好呢 我們來跟各位說一下 哪些行業會好 這個是我們台灣的今年一減 環球晶的老闆 同時帶他們的手下 都跟哥們一樣的秀蘭老大 秀蘭老大他最近說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最近好多客人哦 真的拿錢來給我 真的拿多少呢 拿190億的現金到我們家 哇100億的現金 就頒給你哦 就頒給你 跟你說什麼你知道嗎 說什麼 拜託拜託你未來的一年到三年 你的產能一定要給我 來搶貨了 來先訂單 這個叫長契約 那我們如果以1比5 190億這樣算一算手上的 整個所謂的合約呢 大概在1000億左右 所以目前對於環球晶 中美晶等等 他們這整個大企業 先說他們家增勢超大 多大呢 環球晶 中美晶 蓬城 大同 通通都是他們家系列的 然後他們說 現在重點是在於 他們之前打世界盃嘛 花了非常多錢 可是現在世界盃呢 最怕人家給你穿小鞋 所以目前有四個國家 還沒有通過所謂的一個合併許可 包括了中國 德國 美國 日本 但是他們希望說可以趕快通過合併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兩邊通過合併完之後 我才知道 你有多少資源 我有多少資源 我們可以合併在一起 你把你的好的 我把我們的好的 不好的 大家一起磨合一下嘛 重點是什麼呢 他說高達千億的長合約 全部在手哦 但重點是 未來的八到十年 他說晶圓代工業會再成長一倍 一倍啊 為什麼呢 李在榮要投五兆七千四百億嘛 台積電要投一兆嘛 很多的公司現在都要開始做擴軍嘛 英飛玲說我價格要往上漲 我也要來做擴軍嘛 那擴軍擴軍每個人都要擴軍 要不要原料 要啊 所以他們說未來晶圓代工會再成長一倍 所以呢 只有擴廠 只有往前走 才能夠解決問題 這也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哪一個產業能夠成長 能夠往前走 未來才會一片光明 那些都在原地踏步的呢 就會暗潮洶湧了 不過當然我們還是要來關心 這個這兩天呢 大家非常在意的 那就是在月底之前呢 可能會來將近兩百萬計的這個BNT 那指揮中心也證實了這個消息 可是呢 這個不只如此呢 我們也有好消息傳來是 連108天的我們終於又遇到加零了 那疫苗催貨呢 現在看起來 這個希望很大 那一開始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地域委員也講了 不只是BNT而已嗎 好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台灣連108天 再遇到加零 讓這個世界各國真的看傻眼 目瞪口呆啊 NHK說呢 台灣是從每一天超過500例開始下降 到了8月25號是台灣5月9號以來 第一次這個零確診 真的太厲害了 日本網友也說 天哪三個月內就可以控制住感染源 政府的對策 還有國民齊心協力取得 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這個結果 德國之聲則說 你看台灣人都自動自發的戴口罩 如實的遵守社交距離 政府又如實的匡列了確診者 所以官民合作呢 是台灣這一次成功斬斷疫情高潮的關鍵 路透社則說 在這一個民主的島嶼上 這個疫情已經獲得了很好的控制 台灣的成功是再一次的跟很多鄰國 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但是我們有沒有風險 當然有風險 因為接下來我們邊境要守好 這個Delta病毒真的很可怕 但是我們來看 接下來我們必須不只是要拼覆蓋率 而且希望能夠拼完全接種 好我們看到的就是 最新的就是疫情指揮中心 表示呢 這個有一批這個上海復興代理的 BNT的這個原廠疫苗呢 在8月下行要出廠 這一批呢 這個大概大概高達200萬 他說呢比這個捐贈單位 就是鴻海瓷系跟台積電等等 所預定的第一批的供應 其實還要早 那這一批疫苗呢 本來是要銷往其他地區的 所以呢指揮中心說 這個即將到獲的200萬劑這個BNT 這批呢外盒包裝上面是印有 復必泰的品名沒錯 瓶身上也有復興醫藥的中文字樣 但是我們在意的是 疫苗的品質安全無益 所以呢我方呢是可以在標示的方式上呢 給予一些彈性的 因為我們在意的是 要原廠製造包裝直送 而且呢這一批這個 多達200萬劑BNT疫苗到貨之後呢 現在呢這個優先施打對象也出來了 那就是12到18歲的這個青少年 可以優先施打 因為現在的疫苗 就只有這次疫苗 可以讓12歲以上的這個 青少年來施打了 那部長陳時中也說呢 這一批的這個BNT呢 本來總共300萬劑 是要被送往土耳其的 結果呢被我國攔活 爭取到了其中這大部分的疫苗 才得以優先轉來供應給台灣 可是我們看到啊 資深媒體黃偉漢的爆料 他說呢 BNT總廠呢 本來告知郭台銘是300萬劑的這個現貨 問他要不要 他說可是呢 因為上面的這個罐呢 是簡體字 所以呢 當時呢他說這個 郭台銘就為了是否要買這一批疫苗 就趕快呢在這個LINE群組裡面呢 於是呢就去詢問了 後來呢他說陳時中部長就跟專家開會 還要經過總統府民進黨啊 做一些討論 最後呢才決定要買 但是呢他們強調 經過一番周整 等到我們要的時候 只剩下195萬劑了 等一下再問來賓 是這樣嗎 那台北市長柯文哲則說呢 老百姓關心的是瓶子裡面的疫苗 不是瓶子外的標籤 說的對啊 但事實上他要講的是 民進黨說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呢 又要講說民進黨當初黨了 那民眾黨立委蔡壁如則說 會不會因為沒有客製化的標籤 這下子呢 這批BNT又被打成紅色疫苗了呢 台北市長這個扎斯剛也是國民黨籍的 他則說呢為了黨復必泰這三個字 請問犧牲了多少國人的生命啊 難道民進黨的意識形態跟面子 比國人生命重要嗎 還罵了無恥兩個字耶 然後呢 趙花康則說呢 這兩百萬劑的這個BNT 為什麼指揮中心會過呢 就是為了要救蔡總統 雪崩式下跌的民調 他說呢再加上打高端 兩天這個往生了四個人 所以民進黨也慌了 所以才不敢再擋了 真是這樣嗎 請教他這個學尾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更何況 為什麼這個我們可以 蘭湖這個BNT 現在傳出來說 這個這一批是多出來的 是因為呢這個中國本來要買 可是因為中國政府都沒有過 這個授權沒有批准嘛 所以呢才多了這一批出來 這表示什麼 這個國民黨不是一直在講嗎 我們為了這個護航國產 一直去擋國際疫苗 誰才是真正去護航國產 擋國際疫苗的國家啊 不是我講實在話 那個真的 國民黨他講這些議題的話 很簡單你就用一個邏輯 把它推敲之後 你就可以想得出來 我們一開始講說 台灣最近的防疫工作做得這麼好 而且那防疫的話 這次騙人 這屬於從去年到現在 台灣的防疫是世界 世界知名嘛對不對 現在如果國際疫苗 再源源不絕進來的話 加上高端疫苗 如果要成功的話 我跟你講國民黨 我就剛才就講嘛 你這輩子有生之年 就不用看到國民黨執政了嘛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他們當然要各自醜化這些東西啦 不過我是覺得說 如果講說為了意識形態 這四個字 比國人生命重要 這個我剛剛有點過分啦 那個張士剛講的 因為我覺得說一個執政者 不可能為了意識形態 跟人命的一個天平的話 沒有人會為了意識形態 去搞這些啦 我說實際上當初 郭台銘 實際跟那個台積電 他已經要買BNT的時候 這個綠燈都已經開了 何續在最後這個關頭 再卡這個呢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意識形態跟舊下跌的 這個民調的話 或許有可能有存在 一點點的示意味 可是你如果說真的是 意識形態比人命更重要的話 這種說法我絕對不能接受 沒有一個執政者會這樣幹的啦 好那我再講說 其實我們昨天 剛才敏寬有提到說 那個陸資俊有沒有 就台湾那個作家 昨天打高端死掉那個 其實我是提供給大家一個思考 你昨天講陸資俊那些事情 真的是講到沒有人性 我昨天在這個節目罵得很兇 真的是沒有人性你知道嗎 因為陸資俊他妹妹 我昨天不是有提到說 他妹妹本身在上海是醫生嗎 他昨天他今天終於發言了 昨天是他的生日 是那個陸資俊妹妹的生日 他在生日寫下這些東西 他竟然還說他理解 大家有各自的立場跟看法 以及文明社會的言論自由你看 很多人是用那個很惡毒的語言 在罵他哥哥 他竟然還尊重每個人的 那個言論自由你看 你覺得在他生日寫下 這些文字的話他會不會很痛 而且他還有一段話 我給大家聽一下 他說當某一天熱潮過去之後 數據將成為歷史記錄中的一筆 他說或許你會改寫歷史對不對 也或許會淹沒在歷史當中 可是餘生在每個深夜哀傷落淚 心頭在糖血的在滴血的 暗治療傷的 卻是最深愛他的人耶 所以就跟你講說你看 不要這麼要求沒人性對不對 我就一直在講說你今天打高端喔 像我昨天也講過說 陸志軍他打高端 他是因為他對台灣這一塊土地的 期望期待與深愛耶 你可以不打 可是我說只要不用在這個時候 幸災樂禍 講這些有的沒有的啦 就像這個BNT來 我也知道綠營很多人也不爽這個BNT來 他又爽 你郭台銘買來就在搶公啊 所以我之前不是銷售以後 記得喔 來的時候上面要註明喔 這筆還要貼上一個標籤喔 這是永齡基金會 這是慈濟 這是台積電對不對 何必咧 我覺得說這個疫苗過來的話 本來就是讓大家那個嘛 你現在看得出來啊 台灣現在政府看起來 他讓這些東西過來 因為大家就把他 得高到菜多了 他之前講說香港那批貨 意識形態怎樣 香港之前講的那批貨 是有問題的疫苗耶 對不對過期啊有問題的 連郭台銘自己有講說 要從原廠進貨嘛 這個很清楚的已經告訴你嘛 那現在很清楚的告訴你說 現在誰在卡疫苗 你台灣看起來是沒有卡疫苗嘛 他還是讓他進來啦 他七月出場我就趕快讓他進來啦 可是中國很明顯是在卡疫苗啊 因為他就是要他的科興國藥 所以才卡了一大堆疫苗嘛 所以這個BNT才會到處流竄 讓大家聚會中嘛對不對 還好他那個力挺中國疫苗 對啊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真的事實是非要搞清楚什麼東西 我們講說中國在卡疫苗 其實中國最近因為疫情起來 他們那個真的做一些事情 你真的你看到你很嚴重 我沒有在騙 他竟然弄了一些荒腔軸板的東西啊 他告訴你說他習近平下令說 我在10月底以前要11億人 接種完兩劑疫苗 兩劑喔 對兩劑喔 所以他現在是強打 強打疫苗你知道嗎 像這邊這個有沒有 他告訴你這個很多 你沒有打疫苗的 未來不能夠進入公共場所 公共場所不能去了 不能搭公交車不能搭地鐵 不能進超市不能在菜市場 他不是讓他在家裡坐牢了嗎 建議他們可以用吹箭 而且更誇張了 他以後很多事情就是讓你寸步難行 你知道嗎 他還是告訴你啊 他的政策是這樣沒有錯啊 可是他告訴我 沒有我沒有強迫你打 你自願接種 可是我講實在話你看 他說任何一種介紹跟證明 你未來要申請什麼介紹證明什麼 一律不出 你不要打疫苗一律不出 你沒有疫苗你想申請什麼 通通沒有 對而且他告訴你說 合作那個什麼 醫療跟養老保險金有沒有 一律停辦 還停辦 你如果要辦醫療保險 什麼養老保險什麼 一律停辦 你不打疫苗我就把你退休金吃了 對而且低保 不是有那個他們有發 低保護的那個金發放有沒有 補助金發放有沒有 一律停發也不準 好狠喔 而且你以後什麼讀書啦 就學啦 參軍什麼東西 你不是要去公所蓋章嗎 一律不蓋 哇 對不對 而且個人居住的話 很多事情一律不受理 哇 我就跟你講 你不是變相 就是告訴你說 所有的東西都不能辦嘛 對不對 什麼叫逼打疫苗 國民黨看一下好不好 這才叫逼打疫苗 對啊 而且之前他不是講說 我們是什麼 院接 就接種的意思 他說院接進接有沒有 他現在已經要求你要什麼 應接進接 應該去喔 不可以只看你的意願喔 你看對無故不接種新冠疫苗 人員 你看這個什麼納入個人成性紀錄 社會積分卡 天啊 你連不打疫苗 表示你以後要貸款借錢幹什麼 都不行 因為你的成性不好 誇張 對不對 有夠誇張的 更誇張的是怎樣 你不打疫苗 禁止上班停發工資 你去告發人家說 上一部還沒有打疫苗 你可以去領獎金 還可以領獎金 我好坑 你有沒有看 好那除了這個算 賬金聽說還不少 對 獎金不少 五百塊人民幣 五千塊人民幣 五百塊人民幣 對啊 告發一件 告密成功一件 兩千塊台幣 那幾張頭 幾天 還沒去租 我告發整個莊 中國怎麼那麼有錢 所以你看 他這樣告發之後 他可以領獎金 對不對 那開始就看 而且我發現 他為了要鼓勵人家去打疫苗 對不對 你看喔 他那個像花樣百出 他還有一個廣告更誇張 他告訴你說 我陪逛陪聊陪賞月 你不小心 他以為是人與人連結的廣告 你知道嗎 對不對 很吸引人 而且你看很多 除了這個之外 現在開始搶人 我的這個驅逐 大家都打完疫苗的話 我沒有月機可以報 那個還可以報月機 當然 他現在地方官員 你看 他現在跨區去搶人 還跨區搶人打疫苗 我開了巴士流動接種站 南京就有 我開了流動接種站 去那個地方 你煮了嗎 要不就拖下去就開始煮 不一定 都打兩針了 繼續煮 對 而且更誇張的是什麼 現在連這個學校都很誇張 他從學校下手 OK 對不對 他現在打疫苗 雇人來打疫苗 尤其你煮了 要不就來 煮一磅五千 喔 這麼好看啊 對啊 因為他坐月機啊那個嘛 而且那個學校更誇張 他從學校下手 他現在叫做什麼 一加二加恩 一是什麼一個人入學 在學校讀書對不對 我現在就加二 就是你的父母 一定要有接種紀錄 對不對 再不然接下來就是什麼 爺爺奶奶外公外婆 同住的親戚朋友 全部都要有注疫苗的 那個接種紀錄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慘了 你整個腳就害了 所以跟你講說你看 從這個地方你就說 習近平一句話 全中國真的是鬧翻天 你知道 現在湖南也出現那種抗疫啊 去廣場抗疫啊 逼打疫苗 亂打疫苗 搞不好他已經 打了兩三針了 你現在要被拖去繼續打 為了要賺那個錢 而且現在更扯的是 你看我就跟你講說 中國真的是口號治國 從以前到現在 他這個防疫宣傳 你知道他現在有小區有沒有 有那個無人機有沒有 無人機又出來了 我們去年不是有看到 那個無人機有沒有 那位小哥 對不對 穿短褲的那一位 不要出來落落手 趕快回家有沒有 你看 有沒有 他現在就是那個無人機出來有沒有 每個人都要去打疫苗 而且告訴你說 這個打疫苗的時候 是每個人應該盡你的責任 他說我為你打秒秒 不要說噁心 而且還裝噁心嘛對不對 而且那個宣傳標語 你看這個宣傳標語 你真的是會笑死 他用鵝歌改編 我實在是不知道怎麼唸 那個地方話我是不會 他說什麼核酸酸 捅桑桑 對不對 捅完回家吃飯飯 你是在爭小的嗎 捅完 捅哪裡啊對不對 而且我捅了喉嚨都痛死了 你還回去吃飯飯 捅哪裡 還要什麼躲核酸 心灌灌 得了新冠躺板斑 對不對 得了新冠躺板斑 躺了多少人啊對不對 而且什麼火燒燒 變粉粉 你看全家一起哭喊喊 幹嘛超可愛啊 真的 打個疫苗搞成這樣 火燒燒 對啊 他去年就變粉粉 就燒完了變粉 所以就跟你講說你看 他們連這個核酸檢測 要你去打核酸 還改編這個 我就覺得說這個口號 自成這樣的話 你覺得中國大陸的政策 你還可以相信嗎 真的很誇張 可是問一下這個年晃 你怎麼看這次的這個 兩百萬劑的BNT疫苗 其實能夠提前到達台灣 是一件好事 更何況是我們藍湖成功 其實真的是官民合作又一裝 可是你看 其實呢雖然講說是爆內幕 但是在爆的同時 其實有很多的技巧 偉漢是講說 BNT有顧顧海明講 300萬劑現貨啊 後來講了之後呢 上面有一個字是簡體字啊 結果呢 郭董就怕 他的意思就說 買不成這批疫苗 所以呢就告訴這個 CDC請他們去 這個決定到底能不能買 於是呢 他說CDC之後呢 陳時中就跟專家開會 又跟總統府開會 又跟民進黨討論 所以等到要買的時候 只剩下195萬劑了 真的是這樣嗎 就你知道狀況上是怎麼樣 當然不是啊 第一個 BNT為什麼只跟郭董講 因為還有台積電啊 還有磁劑啊 對不對 為什麼只跟郭董講 所以我覺得 當然啦 你說郭台銘 我還是感謝郭董啦 因為畢竟拿錢出來 買了500萬劑疫苗嘛 這我們都感謝他啦 那他那段時間 也正好在捷克啦 那至於說 他是不是去催疫苗催貨 我只能用一句 我們台語講的 沒拿子免洗口 到底是沒拿子比較多 還是洗口比較多 只有當事人知道啦 把我摸到就好了 因為我也不在他旁邊嘛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我必須講說 這一次能夠拿到 將近200萬劑 其實努力的人很多 台積電是有回報這個消息 而且台積電據我所知 是最早回報的 那郭董也當然也知道 而且他因為就在捷克 就有地利之變 那你說德國外交部有沒有幫忙 有幫忙嘛 那我們的駐德代表處也有幫忙嘛 原廠也有幫忙 德國外交不是幫忙 協調BNT原廠嗎 那這批疫苗能夠 我們能夠攔截到 真的要感謝中國啦 因為中國不准沒有發藥證 沒有發EUA給BNT嘛 為了保中國疫苗啊 所以真的要感謝中國啦 就是說這一批貨原本是 大家記不記得 中國大概在7月底的時候 其實有好幾家媒體 同時報導說 國家衛健委 可能考慮8月要給BNTEUA 那批貨其實當時就已經做好了 就300萬劑 所以標籤當然是貼復興製藥嘛 那我跟大家講 標籤上面沒有復必泰 復必泰是在外箱 外箱 對 那個外箱 大家應該沒有機會看到 應該看不到啦 又看到都瓶裝啦 對 而且因為那個 我們負責運輸的那家公司 他可能會直接把外箱就拆掉 因為他要放他自己的 要進冷鏈 那個冷鏈的系統裡面 所以大概看不到復必泰啦 但是沒關係 我覺得看到也無所謂啦 就是說那個瓶子上面 標籤上面的確有復興 醫藥是簡體製 沒錯 也有新冠肺炎疫苗 也是簡體製 沒錯 然後另外一面呢 他有貼BioNTech的原廠的Logo 也沒錯 那因為這批貨本來就是要交給中國的嘛 所以貼簡體製很正常嘛 這一點都不意外嘛 好這一批來 那他是很多人努力的成果 那當時有在討論 唯一的一件事在討論 就是說因為其實我們在合約裡面 我們講的其實三個原則 第一個原廠生產 原廠包裝 原廠直送 那請問這一批有沒有符合這三大原則 有啊 有嘛 對啊 那簡體製是沒討論到的嘛 對不對 但是你說好 要不要去糾結在這個細節裡面 我舉一個例子 記不記得今年一月 我們跟BNT談好五百萬劑喔 最後是新聞稿 我們寫我國 然後對方有意見 說要好 我們說好 那我這個不跟你糾結 我改成台灣總可以吧 當時陳時中就已經說好吧 那我國你有一件我改成台灣也OK嘛 也無所我們的國格嘛 可是最後對方還是不賣嘛 所以這一次你覺得陳時中會不會糾結 當然不會糾結嘛 簡體製就簡體製有什麼關係 確保這個疫苗是原廠做的 原廠包裝好 然後直接送到台灣 然後他是安全有效這樣就好了嘛 而且這一次會這麼快 要極力去增進 因為原本 他們這三家企業簽約之後 原本是說第一批 應該是差不多九月底才會到 整整早了一個月 為什麼要那麼早 為什麼要急 因為九月一號要開學了 對啊 高中以下要開學了 目前BNT是全世界唯一經過 實驗18歲到12歲 可以接種的疫苗 他不像我們成人 我們成年人有各種不同的品牌 可以選擇 可是對青少年來講 他只能一支可以煮而已 所以當然會急嘛 因為九月開學之後 學生到學校就會群聚了嘛 那如果快點來 學生可以快點接種疫苗 那當然是一件好事嘛 所以我覺得你從這批疫苗進來 正好驗證了幾件這些人過去在說謊的事情 第一個 他們在批評說 民進黨用意識形態在擋疫苗 那如果要擋我這次也擋啊 因為合約就是九月底來啊 我照合約 你能罵我政府有什麼錯 如果真的意識形態 我看到簡體字我就頭痛了 我頭痛那我繼續擋嘛 所以證明第一個 民進黨有沒有擋 沒有擋 擋的是哪 擋的是中國共產黨 他真的為了保護他國產疫苗在擋 第二個 當時趙浩康講說 為了改標籤 要多花三個月的時間 這又是一個謊話 有改標籤嗎 沒有啊 就沒有嘛 就你原廠做出來標籤是什麼樣子 就是什麼樣子嘛 因為我可以確定的就是 原廠BND做出來標籤 不會有我們用的正體中文嘛 因為他沒有要賣給我們嘛 他即使賣給郭台銘 他們應該也都是英文標籤啦 那所以呢 也沒有所謂改標籤的問題 第三他說 你這個有現貨你為什麼不要 哪來的現貨 我跟你講你去看現在國際各大 疫苗廠 他這個生產線 大概都已經排好 就跟台積電的晶圓代工一樣 我今天生產線 我可能去年我已經排好 我今年的產線 我現在八月我要做誰的 你突然上一夫說 我出兩倍價錢你幫我做 你覺得他可不可以做 他不可能做 因為我交給你 我的產線停下來 那我就對不起 敏寬這個客戶 我要賠他錢嘛 產線都排好了嘛 所以第一個 你不可能從中間插隊進去 那當時 鴻海他們簽約1500劑 產線排下去第一批就是9月底 那這一批多出來的 難道是擠出來不是 就是因為原本是上海復興要的 他進不去中國嘛 他棄單了嘛 其實六月份新加坡有買到一批 那個狀況跟我們這個幾乎一模一樣的狀況 也是原本是上海復興的 但是因為他進不去 所以新加坡說好那我先收了 同樣的道理 那這一批的確原本是300萬劑全部要往土耳其去 因為你知道土耳其現在的這幾天的確診人數 一天大概還將近兩萬人 兩萬人一天 所以他很嚴重啊 非常嚴重啊 所以300萬劑原本通通要去的嘛 是我們硬生生的攔截了將近兩百萬劑下來 哇這樣我們還攔虎喔 對 所以你在證明他們講的一個謊言說 民進黨政府都不努力在買疫苗 有沒有努力 很努力啊 不努力怎麼攔得下這兩百萬劑 三百萬劑早就送去土耳其了嘛 所以這一次的成功 政府民間外國的朋友大家都出力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國民黨的人拜託 我知道你們可能 因為三個月前講的謊話 現在一一被打臉了 大概民主下不下來 所以只好用一些邏輯的錯誌 像這個蔡碧如講的就是邏輯的錯誌 什麼叫誰會講這個是紅色疫苗啊 那柯文哲更誇張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當初就是沒有東西可以買啊 當初就是一月份是中國卡住 不讓我們買 然後六月份的時候 簽約的時候真的就是沒有現貨 那這一批現貨 不是他們講的六月份講的那一批 那一批早就已經沒有了 六月份有兩批 一批新加坡拿走 一批就是香港那一批嘛 香港那一批是有瑕疵嘛 連香港人都不敢打嘛 那所以這一批貨能爭取到 我覺得對12到18歲的青少年朋友來講 也是好消息 但是我要提醒指揮中心 今天有很多有幾個家長跟我反映 他們的小朋友正好就是12到18歲 其實他們對打BNT是有疑慮的喔 哦 因為他們覺得青少年的實驗數不夠多 因為其實實驗人數真的不多 所以他們是有疑慮的 他們希望 他現在有另外一個選擇了 對到時候在公開接種之前 指揮中心能夠有專家小組會議討論 跟他們講說大概什麼樣的狀況不能打 或是說可能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讓他們自己來做判斷 因為他們都還未成年嘛 可能需要把家長幫忙給一點意見 然後讓他們自己來做判斷 我覺得這一點指揮中心是要做到的 不過問一下這個定義委員啦 柯文哲就講啊 老百姓關心是憑自己的疫苗 然後又不是瓶子外的標籤 對啊 所以部長才講說我們只在乎內容嘛 我們沒有去care標籤啊 可是柯文哲說你竟有今日何必當初呢 意思就是說你當初幹嘛卡呢 然後張四剛就說為了黨復必制這三個字 復必泰這三個字 黨卡了一年就為了那一個小小的標籤 他說所以犧牲了多少國人的生命啊 那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還有當然很多人講說 我昨天就聽到一個這個媒體人在講 他說上面有有間體制喔 那那些這個台獨分子要小心啊 這個打了以後會出事喔 你怎麼看這些說法 我覺得相較於這些第一線的防疫人員 醫療人員或者疫情中央指揮中心的人 我跟很多人都一樣 我們對疫情的貢獻都不如他們 但至少我們不要來搗蛋 張四剛的話我先簡單講啊 一年前有疫苗嗎 今天是2021年8月26號 一年前有疫苗 我怎麼擋一年啊 一年前所有的疫苗都在第一期 第一個EUA緊急授權 美國政府給輝瑞BNT 是去年12月中啊 12月11號 那個川普還在問等說 為什麼選完才有授權 川普講說為什麼選完之後才有疫苗 張四剛更厲害 國民黨說一年前我們民進黨就在擋疫苗 我們是藏在土裡面還沒有挖出來嗎 這胡說八道嘛 根本不聊 就說不要為了政治理由 去用疫情或疫苗當武器 這個病毒沒有分政黨 在上面也不會得分 如果國民黨繼續演白蓮教義和團團 其實作為競爭的政黨 我們應該很高興 可能對台灣一點幫助都沒有 我盡量把可以在右期的節目 講清楚的東西我把它講清楚 先講這一次 為什麼會有這190萬劑出頭的BNT疫苗 在9月5號之前會來到台灣 我這樣講夠清楚了 不是200萬劑也不是150 190劑 190劑 第一個問題大家常問說 來你們說你們去搶疫苗 你們怎麼知道的 那就很清楚了 怎麼知道就可以看出來說 誰在搶誰的功勞 錯 根本沒有誰搶誰的功勞 BNT德國廠發現你上海復興 7月份跟我叫的禍現在不要了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剛也是用敏寬當例子 我現在叫了20杯飲料 要請我們棚內每個人喝 先不要笑我會氣單 我現在不要了 都已經包膜都包好了 那敏寬說那我也要買20瓶來請大家喝 那你是要重新再搖20杯 還是現在王帝宇叫20杯 我就提回去就好了嘛 那裡面的飲料還是他的飲料嘛 也是從那家店直接提回 我們年代給大家喝的嘛 然後呢包裝是我叫的而已啊 這樣很清楚了吧 那敏寬是因為跟我一起在那邊買 才有所謂的搶單權 你看到從蔡英文授權講的三個條件 就是原廠製造為了我們的國民 打到好的疫苗品質啊 從工廠直送 你不要跟中間跑到哪裡去 冷鏈保存外出插座怎麼辦 那標籤要在你那邊印 你不要中邊給我印別的 就像敏寬就直接把我 我訂了後來我決定不要了 就提回年代給大家喝 你們大家會感謝敏寬 還是感謝王定宇 一聽就聽懂了 你要感謝中國 還是感謝台灣這邊的努力 那台灣哪裡努力呢 第一個問題 我們怎麼知道的 好七月份他訂的貨了 他一直熬到八月份 知道中國政府不給他EUA 他是八月份棄單 同時有五個國家在競爭這一批貨 五個國家競爭這一批貨呢 工廠先通知buyer 你有加訂單的 那通知這五個國家 那台灣呢 我知道的是鴻海跟台積電 我只能講到這裡 第三個我不知道 我不可以把它加上去 OK 鴻海跟台積電 接到通知之後 立即 我們要謝謝他們 他立即通知我們的 疫情指揮中心 疫情指揮中心 陳時中做的決策 向蘇貞昌報告 三個小時內就決定要搶 三個小時內就決定要搶 三個小時就決定了 所以黃偉翰大家是朋友 要不要改啦 什麼說還要層層決策 還要報總統府 現在用耐都不用疫苗 報總統府 我用跑的也不用三天啊 對不對 我從台北火車站 我從行政院用跑步的 跑到博愛特區區 我也不用跑三天啊 我用蛇用白也不用三天 真的現在有賴好嗎 不要這樣講那種話 真正的決策時間 三個小時 誰可以坐鎮 台積電坐鎮 鴻海坐鎮 他們回報 我們就馬上告訴他 搶 我們要 對 而且還不一定搶得到 而且坐五個國家在搶 我告訴你五個國家 最難搶的是土耳其 所以決策時間 通知的過程 同時 德國政府也知道說 哎呦 BNT有了 他一直一方面要我們的金片 二方面覺得 對我們有點不好意思 所以其實德國政府 我們要謝謝他 德國政府通知我們駐德代表 謝志偉 馬上也打回台灣來 說BNT的貨我們要不要搶 他們的通知慢了一點 為什麼 我原廠一定先通知我的buyer 所以台積電鴻海先知道正常 他那五個國家的買方 先知道都正常 那德國政府知道 就已經比買方慢了 那通知我們的駐德代表處 再通知台灣當然也會慢一點 但這兩條線都同時回來了 我們的決策時間 三個小時以內 決定要搶貨 哪來的說因為決策太慢了 計甲上面有沒有什麼 哪個字 哪個字是簡體字 所以就錯過時機只剩一百九算 真的人家努力要到一百九 你就要說原來是三百 做人不要這樣啦 大家都很努力了 更何況那時候有做一個確認 只確認一件事情 這批疫苗期限到哪裡 你不要給我今天買後天到期 對啊 合理嘛 所以疫苗的期限確認沒有問題了 就搶了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這麼多國搶單 為什麼台灣可以搶贏 其中我說最難競爭的對手 就是土耳其那一訂戶啊 他們老闆是土耳其人啊 其實不是老闆 CEO 就BNT 我們搶贏他的母國 德國 德國BNT的CEO 那個是 其實他是員工啦 我們講的執行長 CEO叫做薩欣 55歲 他跟他爸爸是從土耳其 很窮很窮 那難民啊 或者怎麼樣大家都會 像敘利亞什麼 大家都會往德國跑嘛 德國有開放政策嘛 所以他跑到德國去了 經過努力做到了 這一個BNT的執行長 CEO 所以他決定說 母國好啊 我母國 而且疫情那麼嚴重 BNT三百萬劑 通通給土耳其 可是他們的公司高層集體決策的時候 決定把裡面的大部分 也就是一百九十多萬劑 為什麼會有零頭 那個跟包裝的最佳化組合 所以我們聽到零頭的正常 他說一百九十多萬劑給台灣 那至於為什麼會這樣決定 很怪嘛 那據側面了解 德國的BNT到現在一直覺得 在2021年1月跟台灣都已經講好了 要賣我們了 只差一天 就中斷了他自己覺得 還不好意思 他覺得這個部分 確實是有不對的地方 然後你看我們要晶片 我們多麼阿沙利 他也不管就晶片 晶片是他們經濟部長的事情 他們是覺得做生意這樣子 他自己其實 他知道這是側面了解 反正就決定給我們了 好 接下來問題 那搶贏了嘛 那這搶贏的過程當中 到底誰的功勞 我坦白講 有台積電跟鴻海 接到訊息馬上回報 當然要謝謝他們 對 那回報了台灣 台灣的行政部門 三個小時內做好 決策要搶 我覺得公務人員 我們也應該給他們掌聲鼓勵 對 那至於有沒有府方 有人在拆車阿亞 總統府有沒有誰打電話給誰 我完全沒有資訊 我就沒辦法去提供 有或沒有 我通通不知道 好 那這個是這一個貨的過程 那這批貨呢 八月底完成過來 那你說那為什麼上面標籤 第一個我們從頭到尾沒有計較那個標籤 第二個 這叫做現貨 我再講一次 我去叫了20杯搖搖 搖好了瘋磨了 我浪槍說我沒了 那個攤商會把它撕掉倒掉重來嗎 那剛好現在站在那邊等的客人 來這邊有20杯不用等的有誰要 敏寬說我要 你去先拿嘛 那就五個都說我要 老闆覺得敏寬比較可愛還是 還是這個 中年患比較可愛 還是敏寬可愛你拿走 所以敏寬我講完這段 你要買飲料請大家喝了 所以我現在就講說 這樣的邏輯 大家都聽懂這個過程了 那現在在那邊講什麼 哎呦 嫌簡體字的 本來有300萬劑 為什麼會變190萬劑 我再講一次 相較於防疫人員 我自己在內 我們貢獻沒有 但是不要搗蛋 不要散播謠言 不過講到從中共的手上 我們去藍湖下來這批疫苗 我們要來看一下 其實最近這兩天在台海這裡 一中一台的軍事角力大賽 也正在展開 中國在三大海域進行三天的軍演 可是我方正在進行 神鷹的海空操演 而且比起中國放出來那個影片 我們常常想說這是作假的 還是幾年前的影片 我們的可是真材實料 就問一下這個敏寬 我們現在有些畫面出來 真的讓很多民眾看了 覺得非常振奮 之前跟各位談說 台灣的軍武已經現代化了 當然中共的軍武也現代化 那中共他們一貫的做法 先發出聲明 後面再把這場戲演到最大 那最近中國的戲演很大 我們先來看 這個是在廣東衛視 後來上了全國網 這個是中國的軍事評論員 他叫宋忠平 他就說一件事情 他說目前按照中國軍事的一個實力 我們可以輕輕鬆鬆的 可以圍堅台灣 那當然這句話是講場面話 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他們就在我們台灣的 東南方跟西南方一直在那邊鬥 那為什麼在那邊鬥呢 因為大家在拼深水區 深水區裡面有潛水艇 但中國他們這次玩真的 真的玩真的 為什麼呢 他們的理由真是明顯 他就說美國的軍艦 在今年總共七次過台海 軍機三次降台灣 所以我們要同時 渤海 黃海 東海 南海 四海 聯合演習 這聯合演習你知道玩什麼嗎 玩什麼 玩實彈 玩飛彈 玩炮擊 然後呢 玩兩棲登陸 重點是什麼你知道嗎 當你看到這條船開出來就知道 他要玩的叫躲島 躲島演習 還要玩的叫躲島 可是呢 他把陣仗拉這麼大呢 當然我們國內的海軍呢 蘇狼 蘇丁啊 當我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我內心都感動了你知道嗎 真的喔 這個畫面其實很老 哥們我感覺很像那種電影 那種老海盜 最後要決戰的那個畫面 先說喔 這個是紀德艦 紀德艦有歷史啦 四十多年 你知道這個紀德艦當初啊 是美國要賣給伊朗的 那時候伊朗還不是現在喔 那個時候伊朗還有國王 但是後來國王被推倒了 這四艘紀德艦後來賣給我們 那賣給我們完之後 後來在陳水扁時代呢 不要再用所謂的國外番號了 要用所謂的本土番號 所以才會有基隆艦 蘇澳艦 左營艦 馬空艦 但這四艘從來沒在一起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剛好我們四個海軍港口 一個地方一艘啊 所以這次同框 第一個 這個真的是非常歷史的一個鏡頭 為什麼這是歷史的一個鏡頭呢 過去一個人是守一個地方 這個火力很強欸 那很多人會說 可是這個是舊啦 各位舊歸舊 岩獸很重要 什麼叫岩獸呢 老祭福利自在千里哦 四十多年的一個船 當然這個是比較不符合環保的 第一個他很大 一萬噸 一萬噸 然後呢 但是他68枚的鏢二 還是很好用啊 很多人都在想說 奇怪的飛彈怎麼打出去哦 我在這個地方 短短的用30秒來說 飛彈他本身躺在那邊 我要擊發的時候 他裡面有一塊電池包 這塊電池包呢 我問你哦 車子沒油能不能跑 不能跑嘛 電腦沒電能不能跑 不行啊 那我一顆飛彈怎麼能夠 讓他裡面的晶片能動 讓他的導航能動 讓他瘦的東西都能動 裡面有一顆快速電池包 這顆電池包也算高科技哦 他短短的電池包不大對不對 瞬間發動他可以把 飛彈裡面所有的線路 所有的晶片 所有需要的電能通通補足 哦 但這個電池包 因為他是高科技 只有美國能做 目前我們台灣要破解 我還破解不了 但我們目前我們有 國產的電池包 我們國產的電池包呢 給我們國產的飛彈來用 因為每顆電池包 它的規格是不同的 但是68枚的標額也很好用哦 我看到這個鏡頭 我就覺得 哇海軍真是用心啊 但各位 新世代的戰爭不用這麼累了 哦 我們一直跟各位說嘛 台灣現在要走的是什麼呢 台灣現在要走的叫做 新世代科技化的一個戰爭 剛不是說這一台 一萬噸嗎 68枚的一個標額 我們來看看我們現在怎麼做 現在哦 大陸人都笑我們你知道嗎 他就說哎呀 你們台灣那個飛彈快艇啊 我們中國20年前我們就玩過了 他講這招 是整個嘴巴在講 但重點是 你們有飛彈快艇 我們沒有航母啊 我們有飛彈快艇 你們有航母啊 所以該倒楣該怕的是誰 是你們要怕啊 那目前來說的話 那第一個國造請各位注意哦 我現在所談的通通都是國造的 都是我們國造的 我們不需要靠 我們只有雷達陣列要買人家的 剩下的通通國造的 第一個國造陀江艦 目前採購12艘對不對 重點是他平時是雙用的 他在整個沒有戰爭的時候 他給海巡用 但是如果有戰爭呢 飛彈一雙馬上回歸海軍用 但重點是在 剛不是說嗎 這個40年前的老船 1萬噸 現在呢 現在只要他的15分之一 15分之一 15分之一是多少呢 各位675噸 這個1萬噸 這麼大台哦 這個675噸 那很多人會說 那你這麼小 有戰力嗎 哎呦 不只有戰力 還挺嚇人的哦 各位 這麼大一台船哦 40年前的設計 1萬噸 68枚飆二 我們目前這個呢 各位675噸 蠻窄哦 包括了熊二 各位都知道 過去很多人都說 你們家的雄風飛彈 能不能用啊 結果一次物色事件 全世界嚇呆了 1.6公 1.6公尺哦 飛彈直直的這樣穿進去 包括了熊二 包括了熊山 包括了海艦 總共有40枚哦 重點是 因為科技化 因為軍事化 因為現代化 這一條船只要58個人 嗯哼 58個人可以打幾個人 你知道嗎 他如果 去打航母的話 一台航母上面 3500個人 3500個人 他58個人 所以各位一直在想哦 很多人都說 奇怪了 人家的船那麼大 人家的船那麼雄偉 你們為什麼不做大的 各位 新科技時代 沒人在玩那個東西的啦 小小一台手機的效能 比你家裡面的那種 老電腦有用多了 這倒是真的 對沒錯嘛 所以你用這個觀念 所以這個叫做 新式的不對勁戰爭 但是我們未來的主力 目前採購12艘哦 這4艘很好看 但是老是一福利 未來的打仗 重點在這邊 那這次呢 很多人都在看什麼呢 看地獄火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配備 我們一直跟各位說嘛 我們台灣已經走向了 新世代了 這次陸軍的神音操演當中 阿帕契去打這個地獄火 每次打把把重 把把重 對真的把把重 所以代表他的準確率 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我們要再說一次 我們目前所例行的 就是所謂的 美軍目前所說的 這個叫精準源頭打擊 外科手術辦的精準 就是說過去是怎麼樣呢 比錢多 對不對 你船幾台 我船幾台 大家列陣 現在呢 不搞這個了 我現在一條船 可以放倒你十條船 這個比較重要 但最近哦 中國其實也挺悶的 哦 你去想想看哦 我今天我有380台的海軍艦艇 圍在這麼小的一個海 就在渤海 黃海 東海 南海 重點是我出不去啊 那我出不去 常常呢 又要出去 又要跟人家正面擺著幹 例如說什麼呢 最近日本就碰到這事情 你知道日本發生什麼事嗎 現在中國大陸最大的戰艦 叫洞五五型 非常大 一萬兩千噸 比記得艦還大 然後他目前呢 他當天啊 就是一艘南艙艦 洞五五 帶著洞五二D兩台 但各位都曉得哦 船艦很傷油嘛 我出去沒油了 讓人家拖回來 多沒面子啊 所以他還帶了一台 九棟三的補給船 這個補給船上面呢 有油 有蛋 有食物 因為戰艦上面食物也沒辦法放太多 結果一趟衝衝衝衝到了對馬海峽 日本人說 你真的敢來啊 你還真的敢來啊 出去欸 就出去 就雙方呢 你看我我看你 然後看看之後 就這樣穿過去 然後各自回航這樣子 是沒有發生武力攻擊 可是呢 先說哦 你要出去 目前在整個西太平洋 就是層層的捆農鎖 中國大陸的海軍 好多的船艦 可是呢 出得去嗎 出不去 同樣的 中國最近也在修一種新的武力 這個新的武力是什麼呢 這個新的武力是新的無人機 好大一台啊 好大一台啊 飛上來欸 直接飛到整個日本的一個 東海的一個上空喔 結果呢 日軍戰機緊急升空 所以呢現在呢 日本哦 日本一直說 台獨勢力 外國勢力 之前呢 一直在攻我們的 所謂的一個西南方 一直在攻我們那個 ADIZ的部分 最近呢 日本已經膽子大到 連日本他都敢摸了 中國連日本他都敢摸了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中國 他們的軍力 持續在往上走 還是會成為亞洲各國 非常大的隱憂 好但是來問一下義夫啦 台灣這個連續108天 終於這個加零了 好今天也許再多了兩個 但是呢也都是這個各位除了 而且很低啦 所以有這個醫生是認為說 我們接下來慢慢慢慢的 一定會到14天 連續加零這樣的一個這個情況 但是呢我們接下來 可能要面對Delta病毒 這個時候呢 其實BNT如果照他們的 這目前公佈出來的 他第一批可能是我們在這個月底 就9月5號之前可以到 將近200萬劑嘛 但照定語說法190幾萬劑 然後接下來是不是每個月 真的都能夠到這個 因為我看到有一些披露出來 是後面每個月 大概都可以到100多萬劑的BNT嗎 就你的了解 其實各位想說 就之前講說300啦 因為怎麼樣怎麼樣 才搶到190幾萬劑 我所知道的是上海復興 這一個單子 準備要放棄的時候是 只裡面的100萬劑 願意轉讓到台灣來 是100萬劑 那大家去努力的結果 增到195萬劑 哇真的不容易 其實我覺得應該各方的努力 包括台積電 包括永齡基金會 包括鴻海 事實上他們已經 大家應該怎麼說 該感謝他們 原本是只願意 100萬劑移轉移轉到台灣 他們可以去爭取到195萬劑 195萬劑 所以你要說他們厲不厲害 已經算非常厲害 很厲害了 我覺得大家包括德國也在幫忙 包括我們政府也在加速 能夠讓大家去談去搶 包括台積電永齡第一時間的 把消息傳回來問要不要 當然傳回來就已經跟你們講說 上面是什麼什麼什麼 因為原本就是上海復興要的嘛 當然你說九月 九月預定的會不會還會進來 目前為止並沒有聽到說 生產線在預定的排程上有更改 沒有聽到有更改 換言之就是可能再隔一段時間 我們第二批的就原定第一批的 可能就要上生產線 可能就要上生產線 他陸陸續續幾乎每個月 你說進來也不一定是固定的 超過100萬 可能你本來第一批的量 可能就是75到90之間 那到最後生產會不會說 當時我要出貨的時候 生產的比較多 我給你比較多 所以那個量會只能出估值 不會是一個確定值 不會是一個確定值 因為他還要看你當時 當時生產的狀況可能會多